那,我們來看一下繪圖的步驟 那繪圖的步驟,我們來回想一下 我們這個立面圖的繪圖的步驟,各位看一下 一開始查明有關尺寸,尺寸要查明 基準線、邊界線、柱牆樑線、門窗、裝修材料、標尺寸 再來我們把說明講完,就該出圖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文字是需要說明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圖面 這圖面你可以看到哪些要說明,我們這尺寸還沒標完喔 這個還有這個結構尺寸的標註 一二三是ABCD,ABC還沒有標 第二個樓層高度還沒有寫 再來門窗到底要不要寫,沒有時間不要寫 記得,沒有時間不要寫 還有這一個,這個叫引線的標註 大概就是這三大類,沒了 最後還有一個這個圖面 我這每個都講一個就好,同學自己畫 好不好,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先從這一個標註開始 好,可不可以看到這個標註 好,這標註的話你可以看到 我一開始的時候,我要畫一個圓 一樣我用在那個,好,我用圓 從這邊開始,你可以用2P啦 從這一點往上多少 我給他100,DI看看對不對 他沒有四分圓點,我們就再設定一下 四分圓點給他勾選 好,我們就DI 100 好,這個完了以後,字把它寫上去 那寫字的時候麻煩各位 這是1234,用ST ST的話,我沒有stand up OK,stand up 他怎麼倒過來,奇怪 是不是給他一個上下顛倒 好,不要倒過來 來,那開始的話 我們就套用色違目前的 好,套用 好,關閉 好,這時候我給他DT輸入的時候 然後,J點的中心點 那他字,他圓圈是100 你文字寫多少 因為這字比較大 我給他64就好 不要太大 好,零度 第一個叫1 好,因為他沒有 你沒有設定好你是怎麼做的 所以這個做起來不是你要的 那我們先切到文字層 再一樣DT 再一樣按一個J 我們剛剛沒有按J 他有中央 有Middle 有Center 我建議你用Middle 好,這個之後 60 好,零度 我給他打一個1 他就在正中間 好,好像有點偏著 沒有關係,可以 然後後續的話 你可以看到是1234 ABCD 通通複製 C 用這一點 這樣就很快了 對不對 複製完之後 你看到 這一個就是 雙按2 Enter 雙按3 Enter 有沒有正中間 有 雙按4 然後呢 滾輪屬 左鍵雙按A 左鍵雙按B C 左鍵雙按C 好,那這就完成 那再來還有哪些文字要標 來 這一個文字 那這文字你想要標在哪裡 它圖面上好像離開這邊遠一點點 我們這麼近 也沒有關係 這是821 裡面那個2 2是這一個 1是這一個 如果你把這個距離拉遠一點點 它遠一點點 那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設定 1可以設定 你把第一個 我們是第二個吧 修改 821 這個1 你給它刪 看會怎麼樣 會離開遠一點點 你會注意看 所以這時候 糟糕我忘記那個指令 它可以全部 好 沒有關係 漏掉了 好 沒關係 你可以設定的時候 離開一點點 那你標上也沒有錯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 DIM 對 DIM 對不起 DIM UPD UPD Update ALL 它就會退出來了 到底退了沒有 我不曉得 這邊應該退了一點點 我剛剛做的不大 它就離開這一段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都OK 退錯了 這個必須是 851 弄錯了 所以 對不起 來 這剛剛有退了 有退一些 這就OK 好啦 那不管它了啦 821就821 我是跟各位講 用DIM UPD 可以去改 我們現在要打這個文字怎麼打 從這邊對齊 你要從哪裡開始 從這裡吧 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那我們就輸入一個文字 GL要打 從GL開始 那這文字高度 我們就用25 25的高度 0.25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還是一樣在文字層 檢查要塗層 檢查要塗層 然後DT DT之後 告訴我們一個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你要在這裡也好 J 對不起 現在已經指定高度了 對不起 J 然後 你要哪一個 左中 這裡吧 然後呢 高度 我給它25 0度 那你就打一個GL Enter Enter 好 這個做完之後 你先把它複製 這個時候你可以調整你要的方式 GL放在這裡 好 F8把它按掉 好 我就放在這裡 這邊要不要 給它吧 好 然後這一個要不要 我把它移上來 這是EFL 你移動好以後就是這樣了 那這個把它刪掉 好 這條線可以把它對齊 它就齊了 因為有兩條線 逛麻煩 好 這點就對齊了 然後 我從這邊對齊之後 往上跑 那我們剛剛其實不對齊 沒關係 好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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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樣就拉回去了 那你不對齊的話 我們從這樣對喔 你看C喔 用這一點 它的字都會對齊 欸對不起沒有那麼多 Sorry 樓板上方 看你要對齊的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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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哪裡 在P2 P3 再來呢 P2 所以換完之後你就 P2 P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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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P2 他位置擺上去之後,就直接打了 3FL 2FL 很枯燥 A黃標錯了,對不起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2FL 好,再來是EFL 另外一邊怎麼辦? 會嗎? 複製過去 好,那這你就去複製囉 這邊一樣就複製過去 再來呢還有哪一個要標 我說過這個小圓圈 如果你有時間就標 但請記得注意 注意他放的位置 你看他放的位置都是正中間 這兩個有對稱,這一個放起來從這邊對上去 那這個在這邊 其他標註的東西並不多 注意看他的門窗符號並不多 這個是標在門上面 中間這一堂上面 這也是他中間這一堂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標的時候不是隨便亂標 那看你要多少 這個大小45公分 那你就這樣去做 我來展示一下這一個什麼貼二丁掛怎麼寫 好,我們來看二丁掛 其實一般來講是不標材質的 他講的這兩個都寫 一個貼二丁掛,一個貼馬賽克 這是二丁掛 那你在寫的時候 注意的時候 就打一個指令叫LE 好,LE的時候 對不起,LE 然後LEAD QLEAD 這時候如果有鎖點模式干擾的時候 你可以按下F3 那我從這邊就好 線條也不要打架 那就這裡吧 到這裡 按F8他就會垂直水平 再過來 那這個我希望按下ENTER 然後第一條文字 那你可以輸入你的文字 就貼好了 可是這文字好像不是你要的 這個不要是中線 我希望它在DIM層 然後這個文字上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就麻煩你去檢查一下 標註裡面的 一百之二修改 檢查哪一個呢 各位看 有一個標註 延伸線 這邊有個引線 就是這一個 圓點大小 那文字呢 這樣 那如果這個不好檢查 我教各位怎麼檢查這個字 你不想要這個字 如果你可以接受 我建議是用等線字 你用點下這一個 請你按CTRL-1 它就會出現你文字的內容 看到齁 STANDARD STANDARD應該是OK的 可是它怎麼會出現這樣 我不太曉得齁 STANDARD 那我們就去文字設定裡面去檢查看看 STANDARD齁 來 一樣啦齁 你看我們ST 你看看我們STANDARD裡面是什麼字型 你沒有用大字體 這個地方選擇CHINESE SET 好 設為目前的關閉 它就改 用等限制 好不好 這跟各位講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 就麻煩各位 把它們都標完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Y怎麼打 好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說這個怎麼標 這個就標兩次 你先標一次水平的 來我們看這一個 如果我標這樣 標在這裡 L1 我標在這裡好了 好 不要高一點 因為等下要拉一條這個線過來 它又變成這個 來我一樣切 切圖繩 對不起 切到DIM L1 L1 好像已經也OK了對不對 好 好 那下一點按下ENTER 文字寬度 ENTER 第一行什麼文字 各位可以看到 兩英寸Y 不鏽鋼爬梯 兩英寸Y person person C 好 兩英寸Y 不鏽 不鏽 好 假設這樣 還有沒有 好 支撐架間距你要換行不換行 隨便你 好 支撐架間距100公分 好 就打完了 你看兩英寸Y Y怎麼打 就是這樣 那下面還有一條線怎麼辦 再補一次L1 就補這一點 拉上去而已 好 你就憑你的技術 好 其他文字就不要輸入 按ENTER 跑掉了 取消 跑掉的時候 你就稍微拉一下 好不好 這就剛剛再做一下那個動作 好不好 老師點錯他點到這邊去了 你就拉一下 就可以出現像這樣的結果 OK 好 那其他都是這樣的做法 那自己去調間距 把所有的字體都打完 好 那還有最後一種字體來 我介紹的最後一種字體 叫做 好 就最後一個 最後這個圖名怎麼打 好 圖名 我們看這圖名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CO一個一條線段 從這一邊 拉下來 多少距離沒有關係 你拉好 拉好之後呢 你在Offset給他3mini好了 對不起 3mini的話 應該是3 以公分來講的話 30 那有點距離 好 那這條線 這兩條線的話 你這條線先給他 弄在輔助線上 好 然後我們開始輸入 就用輸入MT MT的話 我們輸入這個範圍 到這邊 好 給他一個範圍 好 然後開始輸入 這叫什麼 正向立面圖 對不對 正向立面圖 好 S等於100 那各位就開始打囉 他的大小 請你注意輸入 先打完再找好了 正向 開啟你的輸入法 我怎麼打到那邊去了 好 這邊 好 先這樣打 等一下再說 先確定 好確定之後 來再來修改 點下去雙按的時候 他會問你 好 這個字要多大 什麼事情 那我們是不是有設定標台體 星系民體 是大一點 然後這個呢 要多大 這個我給他80 正沒有 正沒有弄到 好 好 正向立面圖 那這個呢 給他60 這個S好像小了一點點 齁 好 來 各位知道按了什麼事齁 來 S我給他大一點齁 大寫好了啦 好 S這樣 好 然後呢 再做一次齁 這邊 給他選起來 給他是80 奇怪 他都會減那個齁 好 選完之後 字體 我也可以選 字體 我全部選 不要Standard 用星系民體 好 然後選完之後 又跑回來了 你在Mtax很討厭 你知道我意思嗎 明明剛剛改好 他就給你叫回來 這個來 這個改成60 因為標 標的 高住的時候 好 然後這個要不要來對中 也沒有關係 幹你啦 不對中 再來用調的也可以 好 那 投完之後 確定 這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呢 把它移到你要的位置 圖層先改 文字層 再來 位置要改 中間點你就用眼睛目視一下 大概在這裡 移到剛剛 把他按掉 剛剛那個終點在哪裡 那條線的終點在哪裡 很明顯的 這個終點在這裡 那這條線的話 要多大 隨便你 只是說 這條線要多長 我們就這樣點 糟糕 U 好 我們就這樣點 你就用手動去調 他多大 好 這個就完成 然後 把它move下來 一點點就好 手工去看 然後這個距離要調多少 一條出線 一條矽線 一條矽線 那如果差1mm的話 就是10 那這條線給他矽線 這樣會嗎 那這樣圖面全部就完成 我沒有全部做完 那這個DW也一樣 模仿這個做法 把字填進去 有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出土腦 好 祝各位順利 好 好